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去看一下深圳最红的网红桥 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红桥的最上面这里 也就是红桥的终点了 当然你也可以从下面的起点往上走也是可以的 我们先到上面的全景塔看一下 如果你有恐高阵的话 也不建议你们到上面去看 因为它的设计是镂空的 能看到下面很高很高 所以很多恐高的游客会比较害怕 大家看一下这个女孩子 她根本不敢往下面看一下 现在来到全景塔上面观看的游客也是非常多的 我们从上面往下看的话 哇 太漂亮了 这个公园的绿化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 再加上红桥的点缀 真的是一幅完美的画卷了 这座桥位于深圳的光明区 如果你开车过去的话 可以导航到红桥公园北停车场 如果你坐公交的话 可以到牛山路口站下车 如果你也准备到这边打卡的话 我给大家几条建议 喜欢给你带来参考 第一呢 首先要考虑你的体能问题 特别是老人和小孩 因为这个桥的长度有四公里 非常耗体力的 第二呢 我建议早上出行 因为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 所以会比较凉快一点 空气也会比较新鲜 如果你大中午的话 太阳会很大 容易中暑 第三呢 我建议你备一些食物和水 食物少量的就可以了 水的话带一两瓶 中途你渴了 你饿了 你可以及时补充一些食物和水分 第四呢 一定要注意你的行程安全 不要站在危险的高处 更不要翻过桥栏 毕竟是安全第一 这个都不用我说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不管去哪里玩 首先肯定是安全第一嘛 然后才有其他的安排 好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关注 评论 点赞 转发 收藏 我们下次拜拜